那現在這邊是空的 然後我就來吸給大家看 那它這個是塵蠻拍打這個滾刷 那按下去之後它就會開始 陰影吸 它有兩段吸力 那我要開Turbo 然後來吸整張爪 好開始 好,吸完了 來看一下吸的成果 你看 淨拍 有沒有看到 滿滿的香灰 滿滿的 就是這麼誇張 吸我爸在客廳的這張床 他平常睡的就扁 那我再吸這張 這是單人床 好,兩張床 兩張床的成果 有沒有 就是這麼多 你看 從各個角度來看 這邊已經積了這麼厚一層 它有這個一鍵開啟的功能 這樣把它打開來 好,全部把它倒進去 好,就是在這邊 通通在這邊 好,這是吸了三張床的成果 有沒有很誇張 你再過來這邊看一下 我就是吸了三張床的成果 有沒有很誇張 你在外面看到那個什麼 德國大象牌啊 吸塵蠻的吸塵器 其實 就是一般的吸塵器 加上水而已 任何的吸塵器 只要吸力夠強 然後它都可以把 塵蠻 灰塵 香灰 就是俗稱的香灰 通通吸進來 它都會有一樣的成果 只是德國大象 它的吸力再更強一點 然後裡面也有水 所以讓你看起來 視覺上 你就會覺得它的威力很強 但是事實上 目前市面上 大概三、四千塊 以上的吸塵器 都有這個效果 它都是塵蠻吸塵器 那差別就在於它的刷頭 能不能拍打 然後吸力能不能強到 讓你吸到床墊裡面 更深層的東西 只有這樣的差別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吸塵器 大部分 都具有吸床墊的效果 如果 有吸到塵蠻 那現在它掉到水裡面 它應該是要會動的 但是 我現在看起來 沒有 這裡面 沒有塵蠻這種東西 只有很多很多的香灰 這些香灰就是人體 掉出來的毛穴啊 頭皮穴啊 石皮啊 通通都是日積月累 會累積在裡面 這個就是俗稱的香味 跟塵蠻其實沒有多大的關係 但是它會成為塵蠻的食物 所以床都要吸 特別是鼻子有過敏的人 好 這個是這個 Malclean M7 這一台的 我們的充電系統的demo 好 那 我是羽放 謝謝大家 Bye Bye